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告诉大家 美中之间很多专家都认为 再不对话他们真的很怕 没了故兰会危险 那可是问题来了 你看看美国的报道 美国精英就讲了 讲说其实我们不是完全不想对话 叶伦讲多少次了 他希望适时的时间可以对华访问 也递出了一个橄榄枝讲什么 讲说这个世界之大 容得下我们两个大国 怎么中国反应这么冷淡 来看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王文斌怎么回应的 他说了 美国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将两国的技术贸易问题 作为工具还有武器 王毅的讲法则是说 基本上你们就是在建设 自己的高墙小院子 说到底不就是为了 你们自己的利益吗 而其实呢 这一路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所谓叶伦的善意 或这个橄榄枝 中方看起来觉得完全感受不到 美国人是怎么看 这一位美国的参议员叫做科顿 他的讲法是 如果你想要恢复 跟中国的对话 是跟现实脱节的 毕竟我们两边 是不可能会有健康的关系 他们是希望我们失败的 我们怎么可能跟他有健康关系呢 其实到底美中关系应该怎么看 才是比较正解的 这一位好这个呢 是中国前驻美大使 好这个崔天凯他讲了 他说希望AI比美国一些人还聪明 什么意思 因为他其实啊是认为说 现在这个应该这么说 知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 哎就是呢 你们老是说你们自己很有实力啦 你们自己很有办法啦 之前呢包括叶伦他们也都讲啦 他们还是在事件的领先地位 认为说我们美国完蛋那些人都错了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厉害的话 嘴巴上不用一直讲啦 那也有人 美国全驻中国大使直接的讲 其实他现在看到台面上这一些人 在讲中美关系 在谈中国的都不太懂中国 我们听听他的原话 他的意思是 当你们一直在美国这一边 在讲中国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你应该实际的去中国看看 到底他们当地在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美中之间的这个战争 从贸易战到现在的科技战 一直以来呢 美国都认为这一局绝对不能输 所以一直在努力 现在呢 先前华为是5G嘛 没关系 我们现在超车 我们提早规划6G 好CNN的报导啊 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讨论6G战略了 不过呢要必须了解的是 在中方现在告诉你了 说其实我们所谓的美国想要弯道超车 小心哦 因为我们已经在中国航太科工二院这边 完成第一次的实验了 他们的联通董事长呢 甚至还说 他们的6G预计会在2030年 推进到大规模的商用阶段 那这不就表示说中方其实早就在这个路子上一直前进 而他们还在讨论战略吗 更不用说5G了 好5G呢到目前三月底为止 中方呢说他们建造的5G基地台 已经超过264万个用户是有6亿多 所以远远超过美国 那这一路走来就会让大家开始担心 这个科技战会怎么样持续打 讲到了华为就必须要讲到孟晚舟 现在变成了轮值董事长 他是告诉大家 其实呢他们持续的有在投入研究在努力 而他们认为2030年AI的实力会成长500倍 而且呢这些支出呢 其实会达到3.4兆美元 所以他们持续往这个路子上来走 但是呢又有人在说 华为现在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持续的投入研发 在努力突破美国封锁 但会不会去美国啊 因为你都变成了轮值董事长 总会有一些公出 会有些机会要去美国吧 他们想正式辟谣了 说没有这个安排 什么说呢要去看小孩啦 要跟美国企业有更多合作 或者是和解的 这一些没有明说 但是他个人没有要去美国的安排或计划 至于在整个数位的发展上头 中国这边他们一直以来 从今年开始他们有说哦 这个是数字人民币的一个元年 好所以啦 大家就要问 这个数位化的过程当中 好像中国又走在前面了 美国一直在说数位美元都谈几年了 到底有没有要做啊 叶伦直接告诉你了 说研发设计需要好几年 换句话说现在还在路上 但是大陆方面已经先让公职人员的薪水 用数位人民币来发放 江苏这边呢 他们常熟市的财政局已经通知了 他们现在呢里头的人员通通用数位人民币来发薪水 做一个试点 好同时呢 现在也要开始试水跨境消费 在香港呢 深圳这一边他们要启动的 就是整个数位人民币跨境的嘉年华活动 那香港官员讲了 已经开始进行测试 好像从5G开始 下拼6G 6G之后呢 在数位人民币这一块 其实中方持续的在往前稳动 在往前走 但是回头头来 请叫介大使 美中科技这边持续仗在打 但是对话总是要吧 只是这个对话 美国觉得我第一处感染枝啦 中国人怎么一直觉得没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认为美国讲的言而无信 美国人言而无信 因为事实上的话 美中这个从贸易战 三年三四年前打开始 那事实上已经签了一个贸易协议了嘛 对那应该就停止了 可是你没有看到美国方面有停止的迹象 美国事实上的话 有关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实体清单 制裁的这个好 这个公司的名称啊 公司的数量不断的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这个TikTok 也要也可能被禁 然后呢这个 有个Tamu 对不对 也可能被禁 美国版听多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康卫讯 海康卫讯 然后还有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个无人机 大疆无人机 美国都在讨论在禁 所以 对中国大陆来讲 感觉美国对中国大陆这个出手 看起来是永无止境 不断不断的在增加新的项目 那最近美国政府又说 可能要全面禁止 最严厉的禁止美国人到中国大陆的投资 那这些都是美国不断出手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又不断要求跟中国大陆来这个 进行高层的对话 那显然这高层对话没有达到任何的效果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大陆也一定跟美国讲说 你这个单方面移植的制裁 永无止境的制裁 那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为止 美国也没有办法做保证 美国人说我们继续竞争 可是我们要把护栏做好 那护栏 修护栏没有用 因为竞争的话 对美国人来讲就是不断的出手 把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谓的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科技的这个 取得美国科技的任何管道 都一一的切断 另外一方面 你看这个科技在 美国跟中国大陆事实上 当时刘鹤跟这个 当然是川普政府签的那个协议 也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甚至发动 非美国的国家 一起来制裁中国大陆 那你讲ASML为主 那么这个光科技 荷兰已经在美国的压力下 也确定了 大概今年吧 下半年吧 就会开始这个对中国禁运 所以不断的要求对话 可是呢 对中国大陆的这种 这种制裁性的行为 也没有得到恶阻 所以可能从中国大陆角度 他跟你谈有什么用呢 对 那中国大陆我想现在可能就是说 也很清楚叶伦要来的问题 叶伦来基本上就是美国的财政处境的问题 要不然财政部长去美国谈什么呢 如果去借钱的话 那中国大陆现在会借美国钱吗 那也不太可能的 所以现在像崔天凯 我觉得他讲这些话 几乎是差不多半年前讲的 也就是他认为 美国不把中国整个彻底撕碎 打垮 美国是不会罢手的 那中国大陆只有一条选择 就是选择站起来 那正面迎战 用实力来对抗美国的不断的进攻 这个实力不是只有军事实力 而且还有这个科技实力 经贸实力 还有整个制度的 制度的这种抗压性 那所以我觉得崔天凯 因为他在美国华府待过 知道美国这个美国人第一个 目标确定以后 他的那个执行能力很强的 另外一方面美国这种所谓 不容许任何的文明或国家 超越美国文明或美国国家 这种情绪是全民性的 所以我觉得像巴克斯讲的 巴克斯是做过美国参议员 在美国政治地位很高的 曾经一度传言要出来选总统的 他去中国大陆看了以后 他是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力 那这个国力也许是认为 他认为美国不见得有胜算 所以他才会讲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他认为有胜算的 任何美国人都会赞成 早一点把中国大陆打趴在地 那是早一点解除 这个心腹大患 美国是不允许挑战的 也不允许超越的 所以崔天凯的这个论述 我觉得越来越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座位里面看出来 那就是大家没什么好谈的 你来我往 然后最后用实力来决定 大家停在哪一条线上 好我们上一节讲到了中国 它是在电信或是这个半导体业 他们感觉上是有一些超车了 而现在这个地方告诉你 它是真正超车了 是哪里呢 这一次在中国车 好我们直接标题写中国车起飞 来但你看到的是 这是中概股叫优秉车 现在到美国首秀第一天上涨了6.2倍 其实不是只有6.2倍 它在美上市的第一天曾经飙到超过11倍 因为波价这个股动的波价真的太大了 股价波动太大之后 至少触动了22次的熔断 最后呢它是涨了6.2倍 是今年美股新股上市第一天表现最好的记录 而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就开始在讲 真的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现在呢你看看 日本人曾经他们的车子多厉害日产车 现在呢他们在车展里头 是赶紧来看看 大陆的红旗车到底他们的数字是怎么样 其实呢在这一次的上海车展 很多人就开始说 内行的看门道 你就仔细给他看一看 哪一台车摆在正中间 最好的位置 你会发现竟然是大陆车场 好原因是因为 现在就连纽石都说 在电动车领域呢 中国制造商基本上就已经是男主角 女主角这样子的一个位置了 甚至呢大家都说 我要跟那个欧系车 我就摆在他旁边 好让大家可以来评比 可以来看看我们 就连谁 就连克莱斯勒的首席执行官都说了 说现在啊这些中国的新能源车 已经让外国车商正式的失去光环 好原因是因为去年在大陆卖的电动车里头 有超过八成全部都是大陆他们自己生产的 甚至呢到了今年 现在啊这个电动车在大陆的市场 已经有可能不是超过四分之一而有 是超过三分之一 美国现在你们电动车的占比还不到百分之六 这个比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整个市场的车市里头 东方西方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所以啦比亚迪现在去智利建立工厂电池工厂 宁德时代他们也要开始有更大容量的电池技术 甚至连飞机都要给他用电动的 也因为是这个前度 所以现在呢在美国以往除了欧系车之外 就是美国汽车也很多人在用通用福特 现在很有可能之后中国都不再需要了 而也就在这个时刻大家说了那这些车子怎么办 说像大众汽车啊这些就开始往北美转移 因为现在在大陆市场你打不了中国 欧洲市场也赢不了中国 那只好回到美国本土了 而分析师也认为啦 美国现在最好的电动车就特斯拉嘛 可是特斯拉看起来是降价求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新的财报也看出他们的利润减少 可能是经济的不祥之兆 在这次的车展呢特别提一下啦 很多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 宝马事件的后续也就是说呢他们讲 说在这个上海车厂里头 既然BMW他们这个曾经有江苏这边的公司就讲啊 怎么在车展当中这个外国车要给冰淇淋的时候 说给外国贵宾跟给他们这个中国的贵宾呢 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度让张苏有公司直接要 叫员工把你们的车子卖了换国产车 不然的话就炒鱿鱼 就连车展当中都看出来说大陆这个 在自己国产车的实力底气 因为铁票市场是很敏感他也不管你政治不管你什么 就看你的产品 还有在市场的表现如何嘛 那我也我也看了很多这些上面的这个这个 很多影片啊介绍中国大陆的新的国产的电动车啊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外形设计的很炫 就是说很多车都很敢采用新的这种造型 那种超现代的感觉 非常感非常感这个突破传统观念 所以新概念车它的造型造型你一看也就是一个新概念 然后内部的话各种的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是中国式的一种商业竞争 几乎都是吃到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这个科技那个没有 你要买车子清汤挂面是什么 然后你要加配备是什么 现在买车很多时候是要盖什么装 轻装然后什么什么等级什么等级什么等级 一个一个加上去 对我看大陆尤其几个BRD他们车子 那基本上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在上面 新的东西就应就是往里面加 所以感觉上我觉得整个公司的作风很积极很大胆 然后车型非常多 这个多到你比如说BRD 我看他们像什么有宋型宋型的宋是什么就是宋朝的宋 还有原型还有什么明的 这个好你看光这个宋元明的话那你就三个系列 三个系列有各种不同的车型 所以你去看现在中国大陆尤其电动车 那个高档的车可以跟Rolls Royce 跟这些 这些基本上是跟Rolls Royce在抢 那个整个设计的概念跟它的那个 宿租的客群就是往那个地方走 然后它坐的那个SUV也一样 因为Rolls Royce的SUV 那我觉得它的车型 而且新车型推的速度 比Rolls Royce还快 那所以我就觉得大陆今天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大陆是以设计新颖 观点新颖 然后性价比高 所以这个工业产品的市场是没有捷径的 你只有就是说你的性价比 然后你能够得到顾客的青睐 那你才能够获胜 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在未来可能十年要发 大概一万两千颗低轨卫星 因为就是就是说六基时代的通讯 主要可能要靠低轨卫星 不再靠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地台 因为透过低轨卫星 它的传输速度 事实上是比现在的传输速度 那高了非常的多 所以所以低轨卫星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新链计划 它现在不断地在抢占 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所谓的空间 有科学家算过大概整个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可以容纳大概五万颗低轨卫星 所以现在马斯科的它的这个低轨卫星 是四万两千颗 所以几乎要把这个低轨卫星 要占满了 所以中国大陆很快 它也要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中国大陆目标是一万两千颗 那低轨卫星将来很可能就变成 就取代了 在像我们像5G 所以就这个基地台 台湾这个手机都靠各地的机器台 那6G以后就是低轨卫星在做这个传输 而且速度会比现在还快 所以这个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在投入这个市场的 不管在准备投入 或者说将来有实力投入 有竞争力的 大概指向美中 美国跟中国大陆 美国就是有马斯克的这个SpaceX 这个公司来 中国大陆就是中国航天 那么现在也要结合中国的这个民间的 这个力量一起来发展 所以这个世界真的 现在不管是未来来讲 就是美中两国争霸 是跑不掉了 那可是现在美国在全世界的声望 迅速的下跌 这个刚刚那个欧洲议会的这个议员 其实他讲说西方的整个的下跌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美国代表的所谓的西方 在世界的秩序里面 他始终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他干涉别人的内政 就是说你自己国家用什么方式来治理 你管你自己就好了 那别的国家用什么方式治理 他常常要在说三道四 然后用这种借口 做干涉别人家内政的 一种实际的作为 而他的实际干涉别人内政 基本上不是只是说说的 他会进去把你政府给你翻了 所以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被西方国家给翻掉了 那第二个大家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美元 其实它一个国际的公共财 就是说大家已经都在习惯用美元 作为比如说外汇存底 还有就是说国际支付的工具 所以国际支付 事实上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还有80%是用美元 所以就是创造出美元 大家对美元的需求很大 那很多东西不管是国际贸易或重要商品 国际商品 还有甚至国际的借贷拆借 也都是用美元在当作工具 那可是问题美元被美国掌握住了 他这个尤其他的这个怎么讲呢 他的利率的调整 他每次一暴力升息以后 就造成持有美元的国家的本币 他的币值下降 可是他在外面所有的这些借款的话 都是用美元来支付 就造成他本币支付 他的所谓的用美元来支付他的贷款 不管是利息还本金 那突然整个的价值往上跑 就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 被美国收割韭菜 所以就变成这些美国人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行动 造成大家就希望 怎么讲呢 有另外的力量来取代 赶快摆脱 赶快摆脱 所以呢我觉得这些问题 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自己造成的 尤其美国造成的 所以干涉别人内政 第二个怎么样 第二个美元的霸权 收割别人韭菜 这两个是造成 我觉得现在世界各国只要有办法的 都希望有另外一个秩序 来取代西方国家的秩序 有另外一个国际支付工具 国际储存工具 来取代美元 好美国现在经济问题非常的大 现在从这个叶伦讲完话之后 苏利文也要在这个周四来发表 重要的一个经济演讲 因为现在看起来 他们都觉得说 要跟中国大陆的经济上面 可能会采取一些相关的新的动作 会是制裁还是什么呢 不得而知 但是又想要跟中国接触 又想要制裁 打着一个混合战 那我们来看到 这个甘乃迪的侄子 他就批评说 现在美国的经济 问题很大 你看看 美国你为什么不去参考 看看中国做过的事情 你应该在国内来建设经济 同样花了8兆美元 美国是在到处轰炸桥梁 港口医院 可是中国大陆是花着8兆 在世界各国 在造桥 然后在做这些道路 港口跟医院 这是美国人讲的 这不是本节目说的 所以他说已经在成为 多数国家的贸易伙伴 这就是美国跟中国 现在在世界上面定位上的一个差别 那你看看美国现在经济多差 食物银行的需求激增 这个为经济敲响了警钟 大概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5% 有超过1100万个美国家庭 需要这样子使用食物银行 还有科技金融裁员之后 现在制造业恐怕也要 搭上这个裁员的后尘 连迪士尼都再度启动了裁员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很多企业 还是非常依赖中国大陆的一些市场 或是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 连Tesla都准备要把这个 中国大陆这边生产的新型Model Y 卖到了这个加拿大的市场 那也会便宜大概1万加元 因为比较有竞争力 那现在看起来 Tesla在中国的营售181亿美元 大概是这个占了 全球的这个整体的销量 上海这边占了全球的产量 大概是一半左右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不只是Tesla 连爱迪达为了要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打开这个中国消费者的心 还推出了爱国这个爱国服装 上面还写上中国的字眼 看起来大家都是希望说 我既然要在这边做生意 我当然是要跟这个中国大陆 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 这其实本来就是做生意之道 那连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对于美国的一些玉米啊 大豆这采购量下跌之后 马上使得这个小麦跟大豆的价格 通通都走低 这个跌到了八个月新低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刚刚对比爱迪达跟Tesla 宝马现在这个风暴还没有结束 现在大家还继续在追查 就说那两个女孩没有辞职吗 被大家发现 她们只是戴了口罩 还在这个展场上面 所以人家就这样拍了照片 这样子po出来 被大家还是认出来了 那大陆的网友在那边讲说 宝马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干掉他的不是几十万的奔驰 而是35块人民币的冰淇淋 那连央视都提了这个冰淇淋的事情 但他没有点名宝马 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什么都没讲 但是好像什么都说了 我们来听一下 好不好 最近啊 冰淇淋闹得挺火 多加行业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的冰淇淋市场早就达到了千亿 使世界第一 许多企业也开始跑步入场 老牌冷银企业 谁也不敢松口气 必须不断的贴近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 咱们国家呀 市场大 潜力大 但无论你名头再大 再资深 不好好服务客户 谁也没可跟你一家买 就无论你名气再大 你没有好好服务客户 谁也不会盯着你一家买 这是不是就在暗奉宝马呢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美国现在这个一个经济上 当然这个困境 像这个小萝卜甘乱迪 他讲的也是蛮对的 美国现在应该要把这个 中国大陆过去做的事 在美国来效法做 把他的这个基建搞好 把他的一些励志澄清一下 美国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叫 繁文乳节 他的政府没有效率的 说起来很腐败的 那这个他需要好好来整顿 然后他的这个基建不好 美国现在说实话 这个交 他的不管的机场的效率不够高 还有很多这些围桥 还有他也缺乏像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这个高铁的系统 然后他的整个的那个运输系统 都还是高耗能 他的能源没有转换 所以美国现在不是说 现在就出问题 他未来也看不到未来 对中国大陆你现在都 将来都靠什么 高速铁路 那很多这种电动车 将来的能源就很少 省下很多钱 那美国的能源 现在都还是传统能源 根本就没有再做 这种结构性的转化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经济 目前的问题 已经是过去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他因为在所谓的基础建设 还有基本的这种现代化的能源转化 工程他都没有 他都只说不做 所以到现在他就完整个失去竞争力 那现在都没有了 未来他更缺乏未来性 包括美国很 就现在叶伦来讲 是应该是美国很知名的经济学者 他现在做产政部长 他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经济要是为什么 要为国家安全服务 说穿了就是 美国现在搞的整个一个 现在的政府 两任政府 搞下来搞什么 经济为政治服务 经济为政治服务就很简单了 我本来我半途体的这个设备产业 可以大卖到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市场需求 可是政治说不行 那请问一下 美国的厂商 你这一些半途体的设备 你卖不到中国大陆 全世界最大的需求 你不能卖 那你就赚不了钱了 对不对 那就让中国自己的设备 自己起来 不像你美国买 这只是一个半途体设备 美国今天这个也不能卖 那个生意也不准做 去制裁别人 过去他制裁别人 别人受害 现在你去制裁中国大陆的话 最后他会发现 其实是美国自己的厂商受害 所以整体来说 美国就是一个 现在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用经济来服务政治以后 经济就每况愈下 起不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如果不改变心态的话 那么美国这个经济 要能够复苏很困难 我一看苏勒文要出来讲经济 我就完了 苏勒文是美国搞战略安全的 他懂什么经济 他就拿战略安全 最后要经济来服务战略安全 对 所以我看美国苏勒文是不要发表演讲还好 越讲越糟糕 韩国这个历史传统上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叫四大主义 就是四就是事情的大小的大 四大主义 所以他们把怎么样 侍奉大国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国对外国策 当然就是说进入二十世纪 这个联合国设立以后 主缘国家一律平等 那这是法律上的 这是国际法上 可能韩国人在心里面上 常常还是觉得他必须要在四大主义上面 还是要遵循他们先人的这种智慧 所以他一直在找一个国家来四大四大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过程中 尤其韩战过南韩选择的当然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也实际在韩国驻军 那韩国把这些 这个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 甚至社会的这种发展的典范 完全倒向美国 所以这个四大主义我觉得一直是 应该是属于韩国 这个保守派的一个政治人物的 一个心里面上的一个基本的 做任何事情 看事情的出发点 可是韩国还有一派叫进步派 那么他们会比较对去挑战这种四大主义 而认为应该韩国应该走自己的路 以自己的国家路线 国家主义 就是说国家利益来走 像尹熙悦 像文在寅 像就是属于这个进步派的 所以韩国事实上在进步派 跟保守派之间 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进足 那这次文在寅 这个进步派下来以后 尹熙悦就代表保守派 我觉得他这个往回调的速度 几乎超过了 这个前两任的 对美国的这种四大主义 所产生的对美国的这种依赖感 跟美国的这种尊崇感 那我觉得他大概是做了非常的过分的一个人 这次到美国去 美国事实上我想应该掌握的韩国 现在尹熙悦这个政府的 主流思想 四大主义的主流思想 事实上是给他极大的尊崇 那么比如说 给韩国的国宴 里面还有韩国的调味料在里面 然后找了一个韩仪的厨师来准备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应该是魄力 因为美国的国事访问很多 可是能够到美国国会的参众议员去演讲 这个倒是很少 所以特别让尹熙悦去 可见美国对尹熙悦的期望是很多的 那么尤其希望尹熙悦 再往美国这边靠 跟美国形成一个 完整的一个东北亚的 封锁中国大陆 然后抗中的一个联盟 那这个当然 这个对韩国目前经济上 跟中国大陆关系来讲 一定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可是看起来尹熙悦 已经怎么讲 已经齐心已定 完全倒向美国 那么到之后 我想这一次明天他可能有演讲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到底心里面 这个对美国四大主义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这个程度的多寡 会影响将来韩国的命运 那么韩国再怎么讲 他还是属于东亚的国家 在地缘政治上 他还是摆不出东亚的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他把他的利益跟在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结合在一起 四福四祸 那韩国人自己要去承担 好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因为拜登宣布他要再战2024了 倒数560天 他宣布要再为这个总统大选 再拼一次啊 为了这个民主挺身而出 那他是这样子讲啦 他po文在这个推特上面说 每一代人都有需要为民主挺身而出的时刻 为基本自由而战 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刻 我竞选连任美国总统的原因 加入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一项任务 那美联社有特别说 这个是跟四年前同一天 拜登宣布正式竞选的 那特别选在这一天 当然也是希望 这是不是一个好兆头好日子啊 延续这样子的胜利 那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共和党在那边觉得说 这个很灾难 共和党觉得说你还要继续连任吗 那不止共和党这样的声音 连民主党自己本身支持者的心情都挺纠结的 啊拜登要再出来选吗 有47%的人支持 那52%还更多 希望他不要再选了 那我们看看他的未来可能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这个川敗要来再战啊 川普就讲了 他说你可以把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五位总统放在一起 他们加起来都不如拜登在这短短几年内 带给国家的伤害 那我们看俄罗斯当然是算一下 这个梅德维杰夫提到 他说拜登终于做出了决定啦 绝望的老爷爷如果我是美军呢 我会立刻做出一个有假和密码的假手提箱 避免他胜选之后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就是又在那边讲说他可能年纪大啊 什么可能智商啊方面的这种影射问题哦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美国的盟友们也开始纷纷跑票了哦 这个这个等于说欧盟啊日本啊现在也开始哦反对 就是说哎你要全面制裁俄罗斯啊 他们觉得说好像行不通啊 根本没有办法全面的禁止对于俄罗斯的出口啊 连这个德国的经济界哦也都说 嗯要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太可能 所以你看到英国的外相也跟着讲啊 他是说应该要呼吁跟中国建立一个 稳健而建设性的一个双边关系哦 而不是在新冷战当中来孤立中国大陆 人家就讲说哎是不是他也很想要寻求一个访华的机会哦 那当然对于很多欧洲国家大家是以经济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话 没有人想要跟中国大陆脱钩嘛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中国的驻欧大使傅聪哦 也讲说中俄上线中俄合作无上线 中欧同样也是如此啊 因为现在目前王文涛啊去到了这个欧洲啊 要进行第十次的中欧经贸高层的一个相关对话 那连这个金融时报都提啊 这个中欧的关系啊现在已经走向了战略稳定哦 还不止如此 这金砖峰会也即将在6月2号到3号要展开 现在目前已经有19个国家表达出来希望能够加入哦 未来在这个开普敦来进行会议啊 扩大讨论扩大的事宜 所以今年2月份的时候包含了沙国啊 伊朗就已经提出希望可以加入金砖国家 那其他国家包含像是阿根廷啊 阿联酋啊 印尼啊 埃及啊 大家都想要赶快加入金砖国家的行列哦 大家才能够一起来冲刺这个经济啊避免这个通膨的影响 就是有一些外媒有这样的声音哦 那呃 美国的国务院赶紧就是呃 就是这个下台阶还是怎么样的 就消毒就说啊没有哦 博恩斯可是在过去一年都做很多重要的工作哦 可是对比其他国家的大使哦 可能有些道任就一个月两个月就已经递交国书了 所以这样比起来似乎是有一点晚啊 那你看美国还有9名的参议员哦 现在致函美国政府说 哎希望赶快来制裁华为云哦 或者是一些中国大陆的云端事业 当然理由又是那种 哦会不会有什么间谍啊 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忧啊 那这个路透社讲说 这个美国国会哦 又试图在推进一项剑止中国的法案 比方说这个华光福的这个贸易战哦 但是拜登却是悄悄的否决了 因为白宫担心哦 这个这个状况 未来有可能还是会依赖到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现在呢 这个担心乌克莱的反攻会失败 所以想要跟中国大陆重新接触哦 因为他们讲说感觉这个 这个他们的反攻恐怕会未如预期 那必须要留一个后路啊 跟中国重新接触的一个后路 所以看起来美国自己都还搞不定 到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要战还是要和要谈呢 李商 好 谢老师 这次我看这个Financial Times 它这个标题写的其实是欧洲 我想他们已经很清楚看到 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像Financial这样讲的 Financial Times这样讲的 中欧关系已经走向战略稳定 这个调子最后是由谁拍板 就是马克宏 马克宏拍板以后 德国包括凡德莱恩 包括这个德国的外长 也都等于说背书了马克宏的这个基本论调 再加上这个欧洲欧盟的这个理事会主席 Michelle也公开说越来越多的德国 欧洲的领袖都跟马克宏一样 是有同样的看法 所以这个主要欧洲现在跟美国最要看法 就是要不要跟中国脱钩 那马克宏已经跟欧洲跟德国跟欧盟 所有的大部分领导 中欧的领导都说跟中国不脱钩 不脱钩就是欧洲的跟中国大陆的战略 的一个稳定的最主要的一个论述 也就是说今后谈中国大陆跟欧洲 在谈经贸关系的时候 没有什么会切断的问题 只有互相合作 互相进一步好互利合作 所以我想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稳定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大挑战 也就是美国整合他的盟友成立 全球反中联盟 欧洲已经挂冕战牌了 跟美国已经分道扬镳了 另外就是说这个金砖的 这个国家五国 现在要扩容的问题 其实这个也就是在这个最近 西方这个学术就已经讲 就是说这个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这次全球南方崛起 它有跟过去不同 以前这个所谓的三个世界理论 它跟现在这次决定 因为这一次它有一个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就是中国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经济 占全球的总量的17% 那是相当重大的一个经济的重心 所以这个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有一个经济重心 跟以往的所谓的 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个物质基础 已经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是有实质力量 作为基础的一次 全球南方的崛起 所以西方国家非常非常的关注 因为这可能象征 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跟这个国际社会的时代的终结 好 全世界都在矚目 习近平跟泽伦斯基 昨天通上了电话 两个人这通电话 打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双方的讲法 泽伦斯基讲说 相信有助于双边的关系发展 那跟这个习近平进行这个时间长 而且有意义的对话 就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另外他也讲说 和平没有办法通过 领土的妥协来实现 那习近平这边也透过了这个 等于说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可能有一些这个发言 就讲说呼吁对话谈判 核战也没有赢家 因为乌克兰危机 现在复杂的演变 对于国际形势 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方的核心立场 就是劝和促谈 所以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 那他说提出四个应该 四个共同三个思考 那这也是俄乌战争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 两名领导人的首次通电话 那中方接下来在通话之后 也会派这个代表 特别代表 要去到乌克兰 那我们看到了是这个俄国通 他是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 李辉他即将要到乌克兰 这些地方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访问 那乌克兰也宣布 泽伦斯基就4月26号任命 这个帕夫洛 李亚比金 来担任新一任的乌克兰驻华大使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 何谈有希望呢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更进一步的交流 可能可以更知道 这个对方 双方的一些立场 或者是一些主张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美国的标题 好像对于这件事情 有一些不同的解读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通电话之后 包含了俄罗斯的媒体 张哈罗瓦就讲说 我们注意到中国正准备建立 谈判的进程来做努力 那他提到我方 就是俄罗斯的原则立场 跟中国的外交部 2月24号公布的立场文件 内容是广泛相通的 那其实国际上面 包含了像是法国 或者是像是这个卢拉 也都有一些 相对应的一些讲法 法国总统府的官员就指出 法国鼓励所有的对话 以促进冲突的解决 这符合国际法 和乌克兰的根本利益 所以马克宏 在这个月稍早访问 北京期间传递的讯息 也是跟这个相同的 还有欧洲版的这个 政治新闻网 也讲说中务领导人 对于欧洲来说 是一个好消息 卢拉当然是这样子讲 她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坐下来和谈 任何事情其实都可以讨论 白宫也有回应 她说这是好事 但是后面忍不住 还是要带一句 就说但是很难说 这能不能带来 有意义的和平行动 不过你看 我们刚刚讲的 俄罗斯的态度是说 有看到中方的努力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 可能相对应从美国 翻译过来的一些 媒体报道 都是讲说 普清火大了 因为习近平跟 泽罗斯基直接通电话 普清生气了 好像言下之意 普清很不爽 他们通电话 就我们今天看到 台湾的媒体 大部分都是 类似这样的 立场的一个标题 那他说俄罗斯 迅速表达了 强烈的反应 强烈指责 乌克兰拒绝 莫斯科 与莫斯科对话 破坏了和平倡议 外媒认为 俄方的反应 可以看出来 这个习近平 跟泽罗斯基通话之后 普清的高度焦虑 这下他真的火大了 所以其实你仔细看内文 你会知道说 他气的是 乌克兰破坏和平倡议 而且他 也没有针对说 习近平跟 泽罗斯基通电话 但是 今天是不是 整个台湾都被 这样的一个媒体 在带风向呢 这样的媒体标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谁 不想让战争停 捷克总统 讲到说 这个延长 俄乌冲突 符合中国的利益 俄罗斯又觉得说 莫名其妙 你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份 发表这种言论 是不正常的 而且西方 是不是想要把乌克兰 变成一个 放射性废物的 掩埋场呢 因为英国正史 已经向乌克兰 移交了这个平右蛋 所以你们一直在给武器 那到底这样的战争 要怎么样停止呢 我们看看 这个不只是这件事情 现在目前俄罗斯 要去到这个 联合国安理会 他们是 这个月的 轮值主席 那他们现在这个 相关的俄罗斯记者 是拿不到 这个签证的 所以俄国的外长 拉夫罗夫就讲说 这充分反映出来 美国一贯标榜 言论自由 其实是这个 虚伪的 那专家还讲说 这个美国是在利用 国际的组织 然后特殊的地位 来谋求自身的霸权 所以就会在这个 赴美签证上面 动手脚 这看得出来 心里有个小算盘 那其实对比说 这件事情 现在美国是不是希望 战争继续呢 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在这些日子以来 促成了非常多 和平的这些对话 比方说像习近平 跟萨勒曼的这个对话 也说中沙务时的 一些合作 甚至是沙伊 也是这个 中国大陆从中牵线 还有南美洲国家 也是越来越有和平 中东南美也因着 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现在有一些 大家不要再 针锋相对的 一个和平讯息 所以大家也很期待 看到这个俄乌 可不可以也带来 一些和平的曙光 我们来问一下 杰老师 其实以中国大陆 推的这个 劝和助谈的进程来 那么昨天通电话 可以说是速度 已经奇快了 因为这是非常 不容易一件事 中国大陆是 2月24号公布了 对于这个 乌克兰危机的 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12点 其实就先把他要 劝和助谈的 实际的立场 现在已经透明化了 公诸于世 然后接着就是 要把这个两兆 都能够接触到 得到相对的 他们的接受 那基本上 中国大陆打这些电话 基本上就目的 只有一个 劝和助谈 要不然打这个电话 干嘛 所以呢 劝和助谈 人家愿意 这个是 泽伦斯基回电话 给这个 他主动要求 打电话的 所以就是说 哲伦斯基要跟 习近平通话 那也就是说 那就是 劝和助谈的 原则上 应该是 双方已经有了一个 基本的相互的信任 跟了解了 对 那在这个之前 上个月 月底的时候 习近平到 到这个 莫斯科访问的时候 也跟普丁 讲的差不多了 那时候 克林姆工作讲法 都是原则欢迎 然后愿意 中国在这个 这个 俄乌的 这个 这个争议上面 扮演积极的角色 所以 整个进展来讲 以两个正在交战 打得火热的国家来讲 能够同时 让两个国家都接受 2月24号这个立场 再短短 两个月时间 非常不容易 而这中间 还有很多其他的 所以第三方 美国除外 比如说法国 欧盟 巴西 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战成 中国大陆 去劝河出台 所以这个局 能够再短短这样子 成局 真的不容易 因为2月24号 才公租一室 然后就开始 四方各界 这是千头万绪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 现在这个局 基本上 大概快成了 这次 在中国大陆文件里面 还特别出 将来要派一个 这个和谈的一个特使 那中国的特使 我想这个就已经专人 然后双方大概都讲定了 可能就由这个特使 在中间要穿梭 能够把各方 尤其恶物的立场 把它拉近一点 这种本来就是高难度的 在打仗的时候 这就有点像是 在这个 在这个炮弹之中 打下另外一个炮弹 这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觉得 在两个月之间 就可以搞定 两个主要的争论大国 这已经是 在外交 外交史上来 已经是非常大的 一种成就 那至于说普丁 这个火大 他是说 普丁的讲法 据报导是说 对于乌克兰 拒绝对 跟俄罗斯对话 产生不满 那跟习近平打电话 可以使得很实际是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题 跟他的内容 根本就矛盾 这个我觉得就刻意带风向 好我们看这个 美国跟韩国的 这次的见面 是不是也使得朝鲜紧张 昨天大家另外聚焦的 一个世界大师 就是拜登跟这个尹锡悦 宣布了华盛顿宣言 说美国的这个核潜艇 40年来将要首度部署在南韩 那这也是从1980年代初期以来 现在这个是第一次 采取这样的措施 那拜登就威胁说 这如果在对美国还有盟国 进行核打击的情况下 就要来更换朝鲜政府 直接跟这个朝鲜来呛呛 那表明了对于朝鲜 要加强威慑 但一旦这个朝鲜发动攻击 美韩会深入协调 核对应战略 尹锡悦也提到说 这个美国接下来会长期 而且常规的在朝鲜半岛来部署武器 韩联社他的解读 他说影席越防美之际 白宫又表态 说这个拜登坚信 能够履行对于韩国的协防承诺 韩国的媒体呢 讲说 他们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乐观 就讲说 美韩尽管呢 就新设了这样的核咨询小组 但是不意味着韩方 能够这个干预 干预 干预美方的这个核武决策 这不意味着韩方 能够有相对应的决策 最后决策权 能够行使权力的 还是在美国总统的手上 那另外我们来看看 这个影席越防美 到底拿到的是 萝卜还是棒子 因为就被专访嘛 NBC专访了他 然后他就是讲 问到了说 这个被监听的事情 那影席越也承认 真的是有些尴尬 但是不影响 韩美同盟 钢铁般的信任 因为一旦你有了这个信任 你就不会动摇 结果这样话一说完 韩国人都炸锅 就想说 这个你在说什么 真是无语 即使是朋友 骗了你 你还要继续坚定的相信 所以人家讲说 这个影席越 是不是有些韩国人 就干脆骂他 说你去当美国人算了 你在当什么韩国总统 所以大家都不买账 那可是影席越觉得很得意 这一次他说自己是 韩国的第一业务 因为他访美两天 吸睛了非常的多 大概44亿美元 那见了拜登 他为此还苦练英文到深夜 人家想说 哇他这个到底多用心呢 他原本就是在27号 要在这个美国的议会 来举行半小时的演讲 所以这是他访美的重头戏 那这篇演讲稿 他已经亲自修改 再修改 逐字研究这个措辞 还通宵达旦的苦练英文 来一场全英文演讲 希望可以打动美国的心 那他换来的会是什么呢 换来的是 他刚刚讲说 吸金44亿美元嘛 可是他代价会不会更高啊 因为看起来这个三星 还得要去美国这边设厂吗 这个拜登政府 通过了这个通膨削减法案 还有芯片法案 似乎是掐住了 韩国经济的脖子 那现在在美国投资建厂的企业 才能够享受到美国这个补贴嘛 所以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 韩国的三星就必须被迫 有点像我们台积电啦 就是在美国要来投资建厂 这进一步也制约了韩国 这个晶片的一些产能 所以看起来未必是好事 但是你觉得很开心啊 他觉得他这个 拿回了Netflix 这么大的一个补贴 他觉得这已经是 莫大的一个成就了 那我们另外看啊 这猫腻也在后头 你看啊 这个韩国跟美国 他们一起这个发布了相关的这一个协防承诺 那其实我们看 这是不是没有放上去 放在哪里 放到哪去了 好没关系我口头讲 他就其实呢 这一次我们看 他这个尹熙悦跟他一起发表了联合声明 还提及了这个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但是妙的是呢 他们这个联合记者会之后 尹熙悦没有提到台湾的相关的问题 他原本在出发之前他是怎么讲 就是说台海是这个全世界的事情 可是他最后在这个联合声明的时候 他没有讲到 那另外还有传出一个消息是说 美方向这个中方先行的通报 因为他就是在这个跟尹熙悦碰面之前 其实呢 这个美方呢 有跟中方先行预告说 我们会提到台海的事情 所以看起来是不是美国跟韩国 他们对于中国大陆都不想得罪 因为毕竟现在拜登 要接下来还要再选第二任了嘛 但是他现在目前这个债务问题 也是非常头大 还需要跟中国大陆和缓的关系来解决 所以你看到这个众议院 通过了这个政府债务的上限法案 那美国的前国务卿希拉蕊 他就是说这个美债违约的话 恐怕会导致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那连马斯克都讲说 如果一种武器 一种货币他武器化的次数够多的话 其他国家就会接二连三来停用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杰老师 对 其实马斯克他们这些都是 美国的生意人都提出来 美元的这个目前面临的危机 就是所谓的美元的武器化 那美国在自毁长城 美国这个霸权如果没有了美元的话 美国这个国家自己的经济 能不能撑撑下去都是问题了 现在的美国已经不是十年前更不是二十年前的美国 大城市过去没有这些物业 所谓的这个无家可归的游民 搭帐篷情形 现在听说大城市 这个很多过去还算不错的区 都有人在那边搭帐篷了 然后呢物价飞涨 然后呢社会这个政治两派的这个尖锐的对立 然后种族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美国现在这个这个问题真的是 看起来是无解 可是他们的所有的这一些 目前在台面上政治人物呢 还在继续怎么样 继续把这个真正的问题加以野蛮 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别人 像拜登 今天他已经负责美国的政治这么久 他还很多问题都是说共和党做的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别人对他不公平贸易 不然如何如何 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问题就跟这个 马斯克所一针见血指出来 你今天美元的危机 就是因为你自己把美元当成武器来死 造成各国对美元的信任感下降 那大家都希望尽量减少美元的使用 减少美元的使用不就是这个 不就是去美元化吗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 你看现在在全世界推动 不用美元来交易的最激烈的国家 最就是俄罗斯嘛 俄罗斯他不需要在这个战场上 在其他地方跟你美国来进行正面的斗争 俄罗斯掀起一股风潮 用他的国际影响力 尽量减少你美元的使用率 这就是对你美国帝国 美利坚帝国 最大的一种釜底抽薪的打击了 所以任何国家都有他的弱点 只是说你不要把他自己 把他自己开第一枪以后 那么另外现在美国看起来 好像是说很风光 韩国也对他俯首称臣 日本也俯首称臣 欧洲也现在都听得 表面上是如此 实际上并非如此 实际上很多国家 用尽一切方法 跟美国在进行对抗 在削弱美国 就连我认为中国大陆 你看着是美国要跟中国大陆脱钩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在对大陆出手 我们讲这个韩国的这个我们就讲这个 技艺晶片好了 中国大陆已经对美光这样子的一个 技艺晶片的美国的大厂已经做安全查核 如果说中国大陆对美光的这个案子 在中国市场销售做出禁售的话 美光损失23到25亿 但是非常的大 另外 Rockey Martin 中国大陆也都在 这个相对应的报复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事实上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好像还是主动 在可以整到别人 事实上他自己的这个国力 不断的这个基础的腐蚀很严重 可以看看 治粪 我们下期见 明天